小米刚刚开了发布会 发布了搭载最新骁龙8跟3处理器的小米14和14 Pro 我也搞了一台Pro版本 相关参数和性能表现网上已经很多了 我个人对这台机器的评价就是 年年好年年强年年棒棒棒 其实我觉得是常规升级 如果你在换机周期内 不用考虑换就行了 如果你是这两年的手机 可以再等等过几年的产品会更好 不过这次发布会 我其实更关心澎湃OS操作系统 它这次直接在小米14预装了 米UI14大版本更新可没多久 在小米还没开发布会之前 我看网上就吵翻天了 各种吐槽套格之类的言论 这也是各大平台评论区的常规内容 现在我手里就有一台小米14 Pro 尘埃落定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系统参数 看一下这个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的设备 这里显示的是澎湃OS 然后全部参数 注意这里 看到了吧 安卓14 其实雷总也早说了 它目前就是基于安卓与自研VLA系统深度融合 从鞋底层架构成的 用了就是用了 没必要藏着叶子的 而且实际体验下来 流畅度确实比米UI进步了 设计风格和动画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系统固件大小了一些 内存多了一些 其他其实差别不大 那么这个新OS跟米UI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不是网上传的那个差别图的逻辑 那个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 说什么 一个是基于安卓 一个是基于AOSP 其实AOSP就是安卓 是一个东西 AOSP就是安卓开放原代码项目的简称 这里就是安卓开源项目的主线原代码 在这里能发现安卓的各个版本 这就是安卓14的开源代码库 你能说他们不是一回事吗 那为什么有些公司不能说基于安卓呢 是因为商标版权问题 这才是真实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是基于AOSP优化的 初期系统所谓的安卓套格 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呢 如果你就此下结论 那就遭了别人的道 结合这个项目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开源项目的大概玩法 AOSP这个项目是谷歌主导的开源项目 是由谷歌进行维护和后期开发的 版本控制和管理都在谷歌 当AOSP这个项目的主线 发展到一定阶段 达到谷歌认为的标准 或架构成熟的时候 谷歌会在主线这里 创建一个分支项目 然后主线继续进行研发推进 分支项目单独进行优化 驱动兼容 设备适配等等一系列的开发 这个分支项目也是开源的 当这个分支出来之后 各个厂商就会基于 现在这个新的分支项目 进行适配和兼容 让自己的功能 可以在这个分支项目的系统中运行 但修改是需要符合 谷歌这个分支项目的标准 需要谷歌提供相应的接口 才能完善的 当下一个阶段出现的时候 谷歌会再创建一个分支 继续前面的逻辑 厂商就要重新再进行 适配和优化 如此反复 大家看出来问题了吗 在这个开源项目下 系统成的项目把控 是完全由谷歌进行确定的 其他厂商进行合作开发 这在以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因为谷歌新系统 确实能带来很多系统优化和新的功能 但是随着下游公司产品迭代速度越来越快 尤其是国内科技公司 功能实现也越来越快 于谷歌的系统支持 这就会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错位 就是可能当前分支下 基于谷歌提供的API 厂商已经做了更具创新性的功能 和系统优化 也完善了 但当谷歌推行下一个分支版本的时候 谷歌放弃了这个API接口 甚至是有冲突的 那么对于厂商来说 就是致命性的打击 它需要重新做研发 重新进行优化 这其实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当开源项目出现了 这类具有方向性分歧的时候 有实力的开发者或者项目主 就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开源项目的分叉 将现有代码库进行整体复制 这个复制可以是完全复制 主线项目的代码库 也可以复制分支项目的代码库 选择权在项目主 为了区别之前的项目 可以重新起个名字 之后这个项目的后续研发 维护的任务 就变成了分叉出来的项目主 也就是说 以后的版本都需要他们自己主导 发展方向也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可以为了安卓生态 做安卓兼容性 继续吸收LOSP的新代码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逐渐掏空LOSP项目 只保留可以兼容安卓软件的部分 还可以完全不兼容 全面掏空LOSP代码库 甚至两个项目平行研发之后 最后都有可能合并在一起 项目主共同主导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而这些都是自主选择的 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就能明白一些 澎湃OS和MIUI的区别了吧 这其实就是开源项目的分叉 和分支的区别 当开始叫澎湃OS的时候 它可以在系统层 加各种东西 比如它自研的Villa系统 形成一个更统一的物联网生态 系统框架层的开发自主性 就是在小米 而MIUI14的话 只是基于LOSP项目的分支优化 那么系统的开发控制权 是在谷歌 这才是真正的区别 我分享明白了吧 当然了 虽然澎湃OS这种系统 自由度会非常高 但后期可能的研发成本 也会非常高 承担的风险也不低 这对于一家正常科技公司来讲 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的 要衡量的东西非常多 但也是科技公司发展的编过程 所以小米迈出了这一步 很牛的 我心澎湃 没有毛病 而且这也能看出来 我们国内科技公司 在这方面的能力 已经开始向上开发探索了 目前很多系统的开发项目 其实都是基于 这种逻辑下进行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澎湃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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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